我们特防是郑思维和黄亚琼 日常女球学院是阿珊和刘玄炫 黄亚琼率先发球阿珊来揭发 半决赛赛是奸向 考虑到李军会因为特防来搭档刘玄炫 防守防得很耐心 3 的辉煌 上个赛季一共是拿了10个冠军 4 这排球比较 他在第一场是和李军会打了男双 休息了一场 再一次出战 这往前黄亚琼给郑思维连续在做这个后场球 现在黄亚琼到后场了 这个多拍 好球 黄亚琼是连续的封网应该是中场的一个空档 所以阿珊和刘玄炫只能把这球给调起来 开场直 球发高了 这次回在后场连续杀球 这球阿珊挑的都挺到位的 这球阿珊挑的都挺到位的 阿珊和刘玄炫把比分追到5比6 两个人的信心非常足 他们配合的默契比赛的经验 包括他们的技术带给他们这种心态 混双比赛还是比较看配合的 阿珊在后场杀球 阿珊在后场杀球 不过现在的比分 这段时间把比分给追平了 最多的时候应该是落后4分 这小线分得不错 攻防转换 中杀对角线 还好 哎呀 发小熊作为杀向对角线的这排球 刘晓炫接他挡网挡得也不错 判断准确 这局的局点 皮掉对角线啊 这角度打得很大 这11比7 这次为太大的悬念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战术 打了对手一个5比1 就是这样的比分 让他们也是注意力 再度集中起来 双打比赛配合默契很重要 尤其是要跟这个世界第一对抗的话 如果临时配队难度还是很大的 冠军 非常高光的2022赛季 换发球 三 黄海抗球 防守 防守 黄海抗球 只虽然 si 手上的 看到对方这个中球防得不错 也及时地变了一种节奏 你看这次华尔泉在成了十足的默契 混双的速度也比较快 滚网球先调起来 华尔泉跟进的步伐也很快 这球是阿珊 郑思维 反拍顶后场不到位 被刘弦炫在前场给拦下来了 刘弦炫是2000年出生的 身高1米68 他对这个混双的赛场也并不陌生 他还打过混双 现在主要是征战女双 以前的搭档是夏日婷 现在和这个李文妹 搭档也比较多 对拉拼包球 这球刘弦炫其实上也太勇敢地来到了往前 只不过抢的这一下没有抢到 因为华尔泉给了对拍球光点太低了 黄白球 天守 擋 插直升 呂拳算打得不错 并且质量还挺高 防守和郑思雷这种场上的失误 也是因为这一直打不下去 对于防守一方来讲也是成功的 借外球 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是郑思雷和黄爱琼在控制 也即便是一段时间能够把这个比分给破进 可能只差两分 但是节奏 对于是郑思雷和黄爱琼的半场球 中差了一拍对角线得分 2比0领先阿珊和刘璇鑫 现在大比分的全是2比0领先 所以我们在这个赛前就说了这场决赛 对于阿珊揭发球 中央来也是 但阿珊揭发球 刘萱萱 化解了一小段的危机 但是现在正算华小泉还是在防守 攻函转换的气机 刘萱萱叫他急 刘萱萱 来看一下这分球 流权线和阿珊还是很紧凑的 你看这个轮转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边线出界 两个人没有三段号 这个 两个人 也是形成了一种默契 都占着没动 现在阿珊和流权线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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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場球發 其實這段時間通過中前半場 阿山和劉全炫打得還是不錯的 就一直沒給鄭思維後場球 剛才突發的這個後場球 不是特別的明智 劉全炫有機會拿下這一局 10比7 這一局在 阿山和劉全炫把這個往前給看住了 就是中前半場看住了 沒有太多的 0 劉全炫這個往前抓得好啊 劉全炫這個往前抓得好啊 劉全炫的組合兩位球員 其實就個人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後面球 見面球 後面球 接下来挡了一个对角线空档 反击 半场 像男选手来到这个半场 还是郑思维来到这个半场 那就没机会了 可能再往后顶一顶 还会有机会防御派 现在主要是郑思维和黄晓琼手上的失误有点多 接发球 好球 刚才这球正思维很巧妙 杀追身 刘弦炫上来抢锚 太快了 特别精彩的一个 在场上是很行云流水的 而刘弦炫跟阿珊由于是临时的配对 所以在场上跑起来就会比较乱 4比4平 张中 刘弦炫今天防守防得不错 然后往前抢得也很快 阿珊能开 但是手上掌握差了一些 关键在 发高了 面对男选手揭发有的时候这个发球 这个隐蔽性还是很强的 这个后场球也是 接外 这样的话又拿到这一场的长点 也是冠军点 接发接得不错 刘弦炫在后场 戒内球 四线十一阶球戒内 十一比六 正次为了华雅拳又胜了第四局 以3比1战胜了阿珊和刘弦炫 帮助厦门特防 拿到了这第三分 好 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